国产疫苗力拼7月上市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就透过脸书爆料 经济部台中工业区的疫苗施打问卷 就规定各家厂商 如果有员工不愿施打国产疫苗 或指定疫苗者就不能列入名册 执意是把基层当成了白老鼠 对此经济部澄清 造测试方便未来大规模施打时 可以加快作业的程序 而且考量到物流跟时间 未必能准备特定的疫苗厂牌提供挑选 强调说绝对没有要求 必须要施打国产疫苗 要选择特定疫苗的人 还是可以透过APP预约施打 国产疫苗建盟成功后 力拼申请紧急授权 判了在7月展开施打 不过现在就有工业区的厂商员工爆料 疑似遭强迫施打国产疫苗 报了民众提供这份台中工业区 疫苗施打需求调查表 注意事项内就规定 如果员工不愿施打国产疫苗 或指定疫苗者就不能列入名册 让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痛批 4亿的超前授权 是把基层当白老鼠吗 经济部你告诉我 不用谈说我没有做三期 连国内的EUA都还没有通过 你就在调查说 你要不要打国产疫苗 请问国人怎么做判断 这样非常的冒险 好像就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试验品 一份疫苗调查问卷 引发民众恐慌 对此经济部发出声明澄清 考量物流和疫苗到货时间等因素 大规模施打时 未必能自由挑选疫苗厂牌 才会要求指定疫苗的人 不要列入造册 民众打疫苗还是有选择权 再一次重申 除了APP预约制度之外 还可以把工业区造册 作为一个外展施打的模式 绝对没有要求说 一定要打国产疫苗 负责造册作业的台中工业区 厂协会也强调工业区并没有强制性 造册只是方便 未来大量施打时加快作业程序 希望外界别再误会 接下来我们张台中 唱不到 感写 有没有 有没有 备